我们也多次报道过 一些人为了抹窗可以抹得干净 就罔顾安危, 迁出屋外进行清洁 虽然曾经发生过多次意外 但总会有人贪方便 什么安全措施都不做 进行高空工作的时候 记得要做出安全措施 千万不要像他那样 分分钟连命都没有 这些令人闻风丧胆的危险动作 可能你没有又怕 但就会吓到其他人 就像观众张小姐 是星期日大约11.8个字左右 我通常在家没什么做 又挂三号风球 我看出去山景 为什么那些东西在左手边 那个社会服务大楼 他动着动着不知道是什么 我再看着 是一个无穿衣 而又无难安全带的男士 在抹窗 我很害怕 我想说这情况不行 我拍下来 当时挂三号风球 风也挺大 因为很缝绷的声音 就算我开着电视 都要较大声一点 才可以听到电视说话 我看他爬出窗的时候 站在分体式冷气机上 完全是上身赤裸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块布拿着来抹窗 他只是单手扶着窗 然后一只手抹窗 我觉得你有时候不小心 一塞一塞捉我一下 真是命都没有了 而且他走进去的时候 又弹又跳 即是很危险 我想他也有抹了大约六、七分钟 又停下, 然后再抹 他抹完就走进宅门里面 当时我真的很吓一跳 为什么还会有人 还用这些方法去抹窗 因为你们东庄新亿望 经常都报导说抹窗要注意 要立安全带 不要抹窗, 但仍然有这些人存在 这次出现《亡命之珠盒》的地方 是大埔的一个新开护路园 我们就事件向负责人查询 我们不知道的, 我要出去的 是… 因为看过他的履历 有多少服务等等 对… 还有看过保险的 我们才知道 因为我们都是大型的 当然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查这些东西 我们先帮他签这个服务 当然我们知道的时候 当然是即使祭祭祀 是… 我们真的不知道 是… 因为我们还没开 知道 只有一、两个人上班 其实大家在办公室里做文件 可能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平时我们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些工具 嗯… 有很安全的东西 你们都看好有什么 是…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些工具 还有你都要知道 哪个人 但是那个门也飞入 写下他什么名字 多少个人进来工作 我们一定要做足这些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关门了 还有如果真的开门 我们有个职员在 是… 因为怕有一些浑水摸鱼 那些浑水摸鱼 是… 也很危险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人 是… 如果真的是那间公司 我们一定会反应 是… 我们先查够这件事 好… 好…